我現在要玩的這個軟體叫Bridge Master 2000 簡稱BM2000 它是一個橋牌主打練習的軟體 也可以說是一個闖關遊戲 總共有Lv1到Lv5 總共有五個不同的等級的關卡 每個關卡裡面又有分各種不同的小關 像Lv1有36關 Lv2有...哇 好像有100多吧 Lv3也是100多 Lv4也是100多 Lv5... 應該不到100 那現在 這個就是給橋牌初學者可以算練習的 你可以慢慢從Lv1到Lv5練習你的主打能力 那現在先來示範前面實牌 前面實牌蠻簡單的啦 順便 順便 順便就 給大家介紹一下橋牌這個遊戲 好 看一下 合約 現在合約是三五王 這邊是他們交牌過程 所以就是說 南北加要吃九副牌 然後西加收贏黑桃10 好 那現在這邊 這邊是我們吃了幾副牌 像這邊寫三五王 南加主打 南北現在吃零副 東西也吃零副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要往九副賣進 好現在看一下 黑桃 你看一下Q4 勾小小 而且他收贏小黑桃 所以看來黑桃可以撿到一副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紅心呢應該有兩副 方塊有A這邊有King 所以也是兩副 梅花這邊King勾小小 這邊AQ小小 所以梅花可以撿到四副 這樣夾一夾應該 全部吃完 黑桃不要掉 黑桃就一直把它守住不要掉 那其他三門牌吃完 應該這個合約就可以完成了 好完成的話這邊會有個勾 那你就可以這個打勾 那第一副牌先慢慢來吧 那 那 放小 不要放大 你放大被A吃走 被右邊A吃走 左邊 右邊再回一張小黑桃 那時候勾就開始卡了 所以千萬不要 不要擺Queen 擺小就好了 右邊A吃走 好那我們就擺小 Q吃到 好現在呢 就把他剩下的K 該吃的吃一吃 梅花吃一吃 梅花吃一吃 好這個下面已經有勾了 所以你可以考慮打勾 那就會跑一個人物出來說 代表你完成這一關 那不然就把 把剩下吃一吃 也是ok 然後就放快吃一吃 紅心吃一吃 你看一下 NS吃8副了 好那 再吃一副就完成了 紅心King 吃完 耶 好這樣就完成 Level1的A1 就是Level1A的這個第一關 然後這邊可以往下一關走 好我們看 往下一關走 好看一下這個合約 六五王 就是叫牌過的是六五王 男家主打 然後看一下 拍型 黑桃有三副 King Queen 紅心有三副 方塊有三副 梅花 只掉一副A 所以看來也是吃完就好 所以我們就 前面都蠻簡單的啦 就 記得不要 很白爛的 把黑道吃光 然後發現梅花A還沒頂出來 這樣 就掰了好不好 就先把該吃的吃一吃 就是先把該送的 A送一送 然後剩下的就可以吃一吃了 照著說他應該 下面會跑一個勾勾出來 快了快了 好這邊 有有有有有 然後為了節省時間 我們就打夠就好了 代表說你這一關大概夠了 OK 再來我們看下一關 LV1 A3 教懷過程顯示是 男家要主打 騎黑桃 也就是說要大滿冠要全吃 全吃我們看一下 排型 黑桃OK啦 不會掉 紅心 也 紅心如果要打手上的話 要王吃喔 然後方塊也不會掉 梅花也不會掉 所以 看來 最簡單的打法就是 王吃一副 手上的紅心2 給孟家的黑桃7王吃 或黑桃8也可以 所以他敲魔王算是蠻犀利的手工 只是可惜 孟家也有兩張王 所以應該敲 應該還是來不及把他敲完 我們可以先把紅心吃完 然後呢 就想用行這時候 就可以用黑桃把王吃掉 拉回來 等下的應該就 吃完 記得要先洗完 把王媽洗一洗 不過通常這時候就可以打夠了 大概說你這一關也過了 Yeah OK 再來看A4 下一關 這邊看一下右上角 我們主打6紅心 然後 這一關的處理技巧 你看黑桃已經會 掉一副了 西加手引黑桃夠 紅心的話 就不能掉了 掉了就 就這個合約就完了 就代表說你要重來 然後紅心最關鍵是紅心的處理 然後方塊 梅花不會掉 所以紅心處理 好 我們有八張王牌 外面可能是三個分配 或是四一 或是更糟 不過我們只要抓到紅心 Queen就好 紅心Queen的話 基本上 如果他是單張的話 那就不能讓他吃掉 所以我們要第一副一定要先敲 紅心A 先test看看紅心Queen有沒有單張 那我黑桃先把他 送他一副 他給我們吃一副 紅心 先用 A持走 啊 原來紅心Queen 至少兩張 帶Queen以上 那這時候我們就希望 紅心Queen在右邊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就用梅花過橋 準備偷東家的紅心 白小 偷到了 繼續 白小 又偷到了 這時候他就被我們夾出來了 那這關 關鍵就是處理紅心Queen 然後沒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打夠 那我們玩 看下一關 OK 第五關 這邊是 打六 紅心 這排跟剛剛很像 因為 黑桃也是掉一副啊 紅心也是Queen不見 方塊 滿的 沒花 也不會掉 因為A小沒有King小小嘛 打手上也不會掉 好 那 這時候 跟剛剛不一樣 因為我們九張王牌帶AKing 所以我們希望 紅心可以是 22 或者是 31的話也是單張Queen 可以把它敲下來 所以 8 偷 九張的話就敲 所以我們九張王牌就把它敲下來 先打定這樣 主打的話 之後就 就 往你主打方向去走就好了 先 當然 敲影要夠啦 你看 梅花King 防塊King都是很好的敲影 先 這樣子 當然 既然你決定要敲了就 可以不用過敲 所以我剛剛是在 不知道幹嘛 好 就直接敲下來 OK 敲下來 之後就 應該快要打勾啦 打勾了 好 這關的話也是算處理完 完畢了 主要就是 紅心Queen的處理 其實跟剛剛上一排蠻像的 可以比較一下這兩排的差別 再來看 A6 主打6紅心 然後 西加手影方塊 這一排的話 好像就掉一個黑桃吧 當然 梅花要過敲 所以 過小之前要先 敲網 所以王牌要先敲乾淨 這時候你沒辦法過去一點 才可以把你的黑桃師尊墊掉 所以當然不能先動梅花先敲網 可是梅花是唯一的敲影 所以就是 黑桃王牌敲一敲 不要有太差的分配 再送他一副 這時候他再給我們 他再把方塊A頂出來 不過來不及了 我們把梅花過橋以後 這邊的黑桃2、3、4都可以 墊在梅花的AKing Queen裡面 那之後就 蠻容易的 好 也打夠 再來看第七副 喔 雞武王 雞武王就是 全吃 全吃就 先看一下 欸欸欸欸欸 所以處理 看來關鍵的處理是 黑桃Jack 這邊有 九張 黑桃 我沒有九張黑桃 所以 外面的黑桃分配可能是 四張 四張有可能是 2 2 3 1 4 0 3 1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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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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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再來第8副 也是七五王 跟剛剛那副有一點不一樣的地方 是黑桃9張 可是並沒有GOTEN 所以這關的打法就是沒有辦法做雙向偷牌 因為GOTEN的話 就算Queen先吃掉 知道GOTEN在東加 你還是抓不到他 所以我們只能希望說 就算GOTEN在東加 我們還是有兩張大牌可以壓著他打 所以 可以就是先 8A 果然在東加 那你說如果 兩邊都跟 兩邊都跟就不用打 因為 不是3E就2 3E的話就A queen queen吃完了 所以這牌也是帶走 那這種就只能避免東加 那如果在西加人就只能說這合約就掰掰 好不好 然後一樣紅心過橋 黑桃再投一次 他不出來 他不出來 後面就差不多 打勾 再來看第9副 第9副 方塊掉一副 黑桃 看來也是掉一副 好吧 就打開看吧 白小 吃掉他 然後 方塊要先把他引出來 不然的話 他又再丟我們黑桃 然後 黑桃好像有點 糟糕的樣子 1 2 3 4 5 6 7 8 9 其實沒有啊 剩下吃完就好啦 所以絕對不要去動梅花 因為你動梅花 你的那個方塊 把方塊A再頂出來的那個實效會來不及 那現在呢2副了嘛 彭心再2副 方塊3副 梅花2副 吃完就帶走了 好不好 吃完就帶走了 吃完就帶走了 好 最後 我們目前吃7副了 最後 再一副 最後 再一副 好不好 就帶走了 好 先到這兒吧 恩